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阿N与阿Lam频道 今天阿Lam将会与大家分享粤剧《名领》麦炳荣的演艺人生 麦炳荣生于1915年12月19日,出于1984年9月30日 麦炳荣的原名叫做麦汉明 最初他在人寿年班里做一些手下的角色 后来他转向郭仙升 郭仙升即是涉郭仙做主理的粤剧团 由配角做起,慢慢升至包美小生 然后再升至二邦小母 直到三十年代初期,麦炳荣已经开始佔路头角 在1934年,麦炳荣就在新生活剧团里做正印小生 后来就去到三十年代末期 他又重投回郭仙升剧团 今次回到郭仙升就担任正印小生 麦炳荣在战前参加郭仙升剧团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接拍电影了 是一个比较早期零影双妻的先锋 他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就是南海十三郎做导演的夜道红烧 这部电影是1940年拍摄的 麦炳荣就是和徐仁森在电影中担任男女主角 其他演员包括胡蓉、刘伯乐、朱浦传等等 徐仁森当年是粤剧的年青花旦 就和麦炳荣在这部电影中都是初挑大梁 就是刚刚崛起的 另外在1940年他也参演了另一部电影 《一代名花花恒影》的演出 这部电影主角就是白燕和张英 导演也是南海十三郎 今次南海十三郎和黄黛一齐 一起联手导演这部电影 徐仁森、麦炳荣和刘伯乐 就客串棕中戏的陈圆圆 这部电影就改编至石塘仔的名歌记 《花影恒》的事迹拍摄而成 在1941年由上海梅、曾三多、麦炳荣、黄中黄、陈善鱼 拍摄了一套冰山火线 这部电影就是改编至日月星剧团的粤剧 故事讲述风云本和妓女夏家碧相戀 是由上海梅来到飾演的 而风云本就是麦炳荣 飾演的 但这部电影就是强迫风云和茶英良成婚 茶英良是由陈善语饰演的 婚后,丰云奉命出征, 而家碧辰转被卖入丰家, 并且在丰家产下了一对孙生子女, 其后,家碧因为撞破樱梁和僵尸的奸情, 而这个僵尸由皇宗皇飾演, 结果被英良无害他,毒杀家沽, 知苑受冤名知识家碧的冤情之后, 毅然持官,带着他这对子女, 远护前线尋找封云,麦炳荣, 在途中,家碧即上海妹凍死了, 冤名继续带着家碧这对子女, 终于去到战线前方,找到冤名, 找到封云,并且替家碧伸冤, 此外,在1941年,麦炳荣拍着曾三多, 拍了一套电影叫做《荡寇子》, 而这套电影的女主角是《楚奏云》, 这套电影的其他演员,包括黄宗黄、 呂玉郎、錦云霞、周智诚和周绍英等等, 电影的故事围绕着四个不威权贵, 劫护济贫合事, 为民情奸,扶贫警恶情奸的故事, 在香港淪陷前,麦炳荣曾经远赴美国演出, 直到1947年初,战事结束后, 他才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后,他参加了《先锋粤剧团》, 其后他也参加了不少著名粤剧团演出, 并且曾经与阿凤黄女、梁省波和谭兰卿, 组成了一个著名的长期班把, 这班就是《大龙凤剧团》, 《大龙凤剧团》在六十年代曾经带领一代风骚, 它是第一个剧团在香港大会堂里演出粤剧, 并且创下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在利母台演出最长的纪录, 在1966年, 曾经在《马加烈公主》和《斯洛敦伯爵》访港期间, 《大龙凤剧团》, 麦炳荣和凤黄女主要的戏堡, 《大龙凤剧团》,《雕万元帅网将军》, 《彩凤荣华》,《雙败相》, 和一套是人都识唱两句的, 《凤国恩仇未了情》, 其中黄飞虎反五官, 这一出古老牌唱舞打气, 就更无人能及, 在乐艺坛上, 麦炳荣以他那把沙啞的声音出名, 一般人叫他做豆沙喉, 麦炳荣因为他的性格比较粗犷, 所以有牛荣的美语, 他的徒弟有阶宛少辉, 麦炳荣说到他的婚姻, 他在1936年, 听从他的母亲命令, 和刘霞荣结婚, 没多久了, 他又和陈唐的名记, 花丽华相戀, 后来他就被刘霞荣告他重婚, 结果是怎样, 结果下一集才和大家揭曉, 今天和大家分享, 麦炳荣的戏剧人生, 暂时分享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 点赞, 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好,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麦炳荣的演艺人生, 再见!